大家好,歡迎來到我們日更頻道。 行政長官剛剛在立法會上表示, 未來澳門的博彩稅佔澳門總收入不應該低於四成。 現在問澳門未來多元發展的問題, 說到博彩和匯展業是澳門現在的主要行業, 未來博彩稅收不應該低於政府總收入的四成, 因為博彩稅收對政府來說很重要, 但是2022年到現在博彩稅收得回106億澳門幣, 另外賀一成在立法會上也提到賭牌的鏡頭, 希望新的鏡頭公司朝著標書所規定的方向發展, 和保障本地員工的就業規模。 至於多元產業的問題上, 賀一成就說澳門要做一個多元產業發展, 亦都要包括發展科技產業。 這個人工智能是未來生產業的發展, 其中元宇宙是澳門科技的發展規劃。 其實現在這個狀況賭收只有100億左右, 今年到現在是低的, 以前一個月收回來的數都不止。 同時政府剛才講到要講多元產業的發展, 講到元宇宙是澳門未來的科技發展規劃, 其實是不是想著做一些元宇宙項目, 譬如什麼NFT那些去賺錢呢? 這部份政府會如何推進呢? 是政策還是政府自己拿起衣服就做呢? 還是做一個元宇宙賭場出來給人玩呢? 當然啦,元宇宙賭場我覺得應該就不太有機會實現到的了。 你這樣做的話等於是開一個網上賭場的, 我相信政府就應該不會做這些事情的了。 但元宇宙現在在外國的市場來講, 已經都是玩到爛了。 澳門這個時候說元宇宙是澳門未來科技的發展規劃, 到底可不可以成功呢? 都真的要打個問號。 好了,我們今集和大家睇到這裏先。 大家有什麼想講呢? 下面留言啦, 我們下集再見啦, 拜拜!